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住 看你成為懷親中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班人即刻都 我愛翻尋味 吃到咧咧咧 軟洋越熱,食材鮮美 餐飲學員創意無限 2023第二屆粵菜翻尋味 軟洋魚葉杯 軟洋水產品預製菜設計 與製作技能增化菜 製作技能爭霸賽的現場 近日已經隆重舉行 到底菜放如何呢 他們有什麼創意的菜式呢 最後到底哪支隊伍 獲得本次大賽的金獎呢 更多精彩內容 留意大灣區衛視 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尋味 天天都舔舔你 喂,珊珊 今天你很美女 你也很英俊 不用說 今天我要參加第二屆粵菜翻尋味 軟洋魚葉杯 軟洋魚葉水產品預製菜設計 與製作技能爭霸菜 只聽過台頭那麼長就知道 很厲害了 沒錯,今天我們在廣州白雲工商技師學院 這裡有很多老師和專業學員 因為他們要將廣東省軟洋魚葉的食材 精心拋製和預製菜進行一個大賽 嘩,這麼厲害 而且我也知道這次廣東省很多名廚都來到這個比賽現場 可以說有華山輪劍之勢 而且看到這麼熟悉的身影 是否舅父 嘩,舅父 厲害厲害 有美女在這裡 嘩,真是很開心 見到舅父很開心 對,最厲害的就是舅父 今天請了這麼多名廚 不如這樣吧,舅父 請我們進去看看 走吧 好 近年來,廣東軟洋魚葉協會 一直致力於軟洋水產品推廣活動 力求推動高品質 便捷的軟洋水產品 成為消費者 心目中的首選食材 幫助消費者享受海洋的規則 軟洋水產品魚製菜 不僅可以滿足人們快節奏生活的需求 對健康食材的需求 也滿足了消費者對新鮮、品質和美味的追求 是人們高品質食材、優質蛋白質的重要來源 本次大賽將推動我省軟洋魚業企業 和餐飲院校聯合開展魚製菜新型態 新品類等系統性研發 探索實現軟洋水產品魚製菜的技術轉化 非常榮幸可以和大家相聚在廣州白雲 一起共同見證今天非常重大的一個盛世 那麼從2021年開始 廣東省遠洋漁業協會 多次聯合各相關單位 舉辦以金槍魚為主的 遠洋漁業產品的宣傳推介活動 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個社會反響 那為開拓我省遠洋漁業產品市場呢 也是奠基了非常憨實的基礎 是的 那麼為了進一步加強 廣東省遠洋漁業水產產品的一個品牌建設 向社會全面宣傳推薦國省遠洋漁業企業 和優質的遠洋漁業水產品 結合廣東省加快推進製菜的一個 產業建設的熱潮 及眾家之力呢 舉辦了本次的活動啊 請出我們今天的嘉賓 為我們的本次活動來致開幕詞 那麼首先讓我們有請 廣東省遠洋漁業協會 黃富雄會長為我們致詞掌聲有請 掌聲有請 我們的觀念就是要驚慌一到學長百選家 讓觀眾有了前所未有的體驗 全面的體現了我們這個 廣東這個遠洋漁業的發展的一個成果 本次大賽立足於遠洋水產品菜品設計 通過廚師培訓、餘製菜研發、菜式展示 名廚評選等形式開展 大賽有10個參賽小組 分別觀以海立百川、海闊天空、四海升平 海山倒海百味深夜 等特色鮮明的小組名稱 參賽人員均由廣州市白雲工商技師學院的 專業老師和學員 共計40元名選手組成 既然我們一場比賽能夠順利地進行 少不了的就是我們老虎功高的評委的工作 那麼所以在我們本次的大賽舉辦的時候 我們要給大家隆重地頒發我們評委的證書 大賽邀請了在餐飲界響譽成名的烹飲大師 國家級粵賽烹飲大師林養明 廣東省粵賽師傅五星名廚李慕明 中國烹飲大師國家一級評委馮炳強擔任評委 非常隆重的時刻 因為接下來緊張又刺激的比賽當中 這三位的評委他們會在全場當中一直貫穿其中 來對每一位選手的一個菜式 就進行一個精心的提醒 那請各位名廚以及我們的領導可以留念 本次活動還邀請了星級名廚和美食大卡 對餐飲行業遠洋水產品需求情況 遠洋水產品在市場流通 及餐飲門店使用情況進行介紹 對遠洋水產品預製菜的使用設計 和定位進行了經驗分享 現在還有冰鮮大木金槍魚切魚壽 這條大木金槍魚足足有56公斤重 和一個成年人的體重差不多 大木金槍魚是廣東遠洋漁業供應市場的優質海洋產品之一 海洋產品是人類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具有小污染、高蛋白、低脂肪、多維營養、健身保老等特點 隨著工業化和近海環境的污染加重 遠洋水產品具有無污染、高營養價值的特點 對遠洋水產品的需求將更加旺盛 目前遠洋產品在國內知名度越來越高 市場需求亦都呈高速增長 是的,今天我們也看到金槍魚的開魚秀也是得到了現場所有朋友的注目 因為平時很難得見這麼大的金槍魚開魚的活動 其實我有個小問題,我是個外行 但是我想想知道就是,如果看金槍魚秀的話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幾個看點去關注一下呢 首先呢,它是有個標準化的流程的 它是一種藝術的體現 我最近進博會的時候我是沒去 它是從那條儀式從空中降下來 一個籃子一樣空中降下來 那個非常隆重的一個儀式 同時它借這個魚呢 是根據剛剛大家宣傳的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骨絡 不同的這個要求 是整個它是有個標準化的流程的 而不是亂切的 沒錯,沒錯 那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的師傅的技術也非常的精湛 剛才說到呢,其實金槍魚全身都是寶 對 包括金槍魚骨髓 或是香蕉的肥美 所以基本上沒有一個部分呢,是會被浪費掉的 那麼他們練這個切弓的時候啊 他們有沒有什麼要講究的一些用力的技巧 或者文理技巧什麼 這個,說到這方面我倒不是太懂 但是呢,應該說這件多了 首先是一個經驗 第二是各種不同的刀具 不同的部位,一條魚大概用的刀具 大概叫十級吧 是的 其實我看到這一款的刀具 也是非常多嘛 對 長短短的刀具機器完全不同 那有屁股的 有片肉的 都是完全必要的功能 所以呢,會長呢 其實對我們這個金槍魚也是非常的了解啊 會長,如果你平時吃金槍魚 裡面會用刺身的方式呢 還是你推薦這種吃法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其實傳統的吃法呢 就是像大家說的日料店刺身的吃法 壽司的吃法 這是一個傳統的吃法 保證它原來的營養 但是國人呢,我們粵菜呢 還是希望把它變成一個中式化 比如剛剛師傅介紹的紅燒啊 燒烤啊 鹽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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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金槍文化的推廣呢 做了很大的貢獻 感謝兩位主持人 也謝謝你們的一路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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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洋魚葉食材鮮美 餐飲行員創意無限 現在進行2023第二屆 粵菜番尋味 軟洋魚葉杯 軟洋水產品餘製菜設計 與製作技能爭霸菜 大菜充分發揮了老師 和學生的專業優勢 和創新能力 對臥省自捕魚回運的主要品種 如金槍魚、魷魚、秋刀魚、馬膠魚、大魚等 進行魚製菜產品的創意設計和製作 部分魚製菜已經創作完成現場展示 現在這條56公斤重的大木金槍魚現場切開 按部和部位分給10組參賽隊員 隊員立即到後處進行金槍魚的菜式製作 這次比賽當中很榮幸請來了 舅舅身 由你們來助贈 整場比賽是珍惜不少的 對於我們選手的表現有什麼點評呢 選手因為我一直都在這裡 有時上課 總是覺得這裡的選手 我們說師父仔 以後他出去就是一間酒店大酒樓 賓館升級酒店 那個運營總監兼大廚 所以他們每個人做事都很用心 精益求精地 這樣將這裡的食材 用心地做到最好 對他們有什麼期望 對他們的期望 真的很大 因為我們已經幾十歲了 快要退休了 接班人一接上來 以後這些就是人才 美食的延續 也要多給我們舅舅身 多些拜領 多些教導 今天除了看比賽之外 我也想偷師 用海魚來製造一些 有什麼注意事項呢 深海的魚 最關鍵就是 一上水 第一時間 要將它放好血 處理好它 然後用冰鮮 拿回到這裡 分開各部位 不同的做法 這樣去做一條深海的 特別是這些金槍 當然要時間速度 再加上它的保鮮技術 通過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徐師們 精心製作 這條魚鮮味就十足了 最重要是新鮮 所以食材一拿到第一時間 就先處理好 再儲存起來 對啦 學到東西了 你們學到沒有 參賽隊員的金槍魚菜式 陸續創作完成 停位 開始到各個參賽隊伍的展位 逐一巡視點評 大家的產品呈現 同樣還有請參賽選手 他一個代表出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鮮技體念 包括操作的一些特點 就是我們海大百山 因為我們海大百山是 說一些貨 或者一些 輪到最終是有助大海 然後就是一個會合的 一個主題 我們先將魚尾 半煎炸的方式 先煎火炸 炸至乾香 底嫩 然後我們在 利用豆瓣醬 利用鮮辣露 還有蠔油等等 調出的一個 香辣的醬汁去搭配上 這樣一個 金槍魚尾 然後呢 這道菜呢 我們是採用了一個 中西烘煙方式的一個結合 然後西式體驗在哪裡呢 我們是採用了像 日本的那個 豆絲的做法 然後呢 繼續做了一個 這個金槍魚子菜捲 金槍魚冷餅 因為我們抽取到 是一個 金槍魚的大福的位置 我們認為 直接做成自身 對呢 激發出食材的本位 所以我們採用了 一個自身的方式 我們擺成了 像花一樣 希望看到這道菜 都幸福美麥 花開富貴 香辣魚 新鮮感好之後 越來越操作 然後 往去西洋 背後 然後 漢魚中還有 大概的肉胺酸 以及魚肝油 它是可以 保護人體的安康炸 也可以 護肝保肝 並且還有一個 免燃和之下免疫的毒藥 馬椒魚的做法呢 是 我們首先是 使用香茅 將馬椒魚的底位 醃製一遍 之後呢 再用平底鍋煎 煎 煎至兩面金黃 再放油分 將它 因為馬椒魚的 柚子本來就是緊實的嘛 然後我們就要將它 炸的乾身 筆的乾身 之後呢 再淋上我們 特製調的醬汁 這是 辣頭 最後 經過評委的綜合評定 有七個隊伍獲得優勝獎 而獲得優勝獎 雅軍和貴軍的隊伍 分別是 驚濤蟹浪隊 和海天一色隊 最後 海闊天空隊 憑借著賽式 瑤柱酸辣金槍魚羹 獲得了這一次大賽的冠軍 恭喜他們 宣布我們今天總冠軍 來自我們的 海闊天空 哇 有沒有突然想唱一首歌 海闊天空 恭喜你們 好 那接下來呢 有請出我們 一名獎的頒獎嘉賓 他是 廣東遠洋漁業協會會長 黃獨雄先生上台頒獎 有請 這個 哇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今天十足都非常的優秀 能夠拿到一等獎 也就是人中龍鳳 來一起合影 可以留言 恭喜我們的海闊天空組 我很多謝有我的隊友幫我打配合 因為沒有他們的話 我是不可能做得這麼快 這麼漂亮 因為我做七棒的時候 都是我的隊友 那三位隊友 他們幫我 拔石 中盆 後來就有他們 一個人幫我拔石 一個邏輯 總是給你們看 然後呢 第二 我最感激的是我們的忍爺圓 因為我全部的菜都是用 交給綺綺 來講 然後呢 就 非常感激 因為那些魚 非常之好 因為做那道菜的時候 還有一些香味 口感又是黏綺 就是吃起來 我拔好我們的筋 是軟滑的 腎滑的 加上我們的甘蔥魚 更加之腎滑入口 一入口 做到的話 就是 入口之 入口之 入口之化 很適合我們的手 這次的大賽 就原本成功了 我們也請到了 今天的評委之一 就是我們的明口虎 明口虎 今天大家看到選手的表現 你覺得怎樣 其實呢 這次我們學生組 能夠做出這樣的水平 我覺得要給他點贊 點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四個菜 四個菜裡面 有魚祭菜 還有兩道磁劑菜 還有一道 就是抽籤 金槍魚開了 魚之後 抽籤的一個不同的部位 這個其實很欺人 欺人 因為本身就要臨場發揮 還有你平時的功底又要夠 所以他才能夠做出 不一樣的菜式的搭配 同時也是 因為他每一組都有一個主題 比如什麼京都蟹浪 海闊天空 這些都是要匹配才行 所以整個這次比賽 能夠餘滿結束 其實離不開學校 還有老師 以及我們學生的全體的努力 同時在這個過程裡面 融入了我們月賽的不同的特色 也是具備了做魚祭菜 一些條件 所以他們 我們的學生 更加在這個賽品的設計方面 對於魚祭菜的理解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賽品 會為我們今後能夠奠定 做魚祭菜的提供一個基礎 其實他們的起點都非常好 以及條件都非常優越 對於他們來講 未來有什麼期望 或者有什麼家庭 或者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們做學生 學以次用 學以次用得來 更多的因為魚祭菜 也是我們大趨勢 更加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句話 高手在民間 民間美食 我們都能夠更好地整合 通過不同的技藝和烹調方法 成為不一樣的美味的魚菜 為什麼 為什麼 未來可期 大菜已經圓滿結束 但是廣東遠洋漁業的發展 永不停步 承遮著魚祭菜發展的浪潮 遠洋水產品 我們會繼續關注 遠洋水產品的市場推廣 為豐富市民的菜男子 貢獻力量